位在万里区的北28之一的大平产业道路 从大平国小附近往双新方向的路面 有民众向议员服务处反映 这里从十多年前就没有重新铺设 路况相当糟糕 因此日前议员服务处也会从市政府的人员到现场会刊 并且表示这里有将近长达一公里的路面 都是有损坏的情形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改善 因为这一段的路面 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维护了 那路面就老化了 所以说破损非常的严重 经过我们选民的建议 议员也非常的关心 今天通知我们养工处来会刊现场 眼前的大路虽然只有两线道 不过路面品质却是相当糟糕 就连有坑洞或者是挖过的地面 都只能够拿水泥来填补 造成路面高低不平的情形 让路过的机车骑士都很难行驶 对于居民来说是相当大的安全隐忧 就是我们经过我们今天现场勘察后 确实路面是有些老化跟龟裂 那我们也会纳入今年度的合约 我们会请厂商马上来改善 立即改善这样子 在经过议员服务处的反应之后 市府养工处表示 未来将会针对这里的路面 来进行重新整服务的工程 不过最快也要等到9月之后才能够进行 希望未来能够带给附近的居民 一个安全的行车道路 记者许端一万里采访报道